大家好 这期节目是一个快讯 加拿大是真的驱逐了一名中国外交官 这个外交官是中共驻多伦多的总领事赵薇 今天已经给赵薇正式下达了驱逐令 我估计这几天赵薇就该回国了 那么这个事件我前两天在节目里头 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了一下 就是加拿大有一个国会议员 是一位华裔他叫庄文浩 那么他的立场是一贯反华 所以中共就想做他的工作 估计是软的不行就来劲的来黑的 然后就是在赵薇的指使下 他们派人到香港去威胁庄文浩的家人 所以这个就引起了加拿大政府的强烈不满 这个事情实际发生在2021年 只不过是到今年 就是加拿大这边取得了一切证据以后 才把它公布于世的 所以前两天有媒体报道 说加拿大准备驱逐一名中国外交官 有的人还不以为的 因为大部分中国人认为 加拿大政府是比较软弱的 每次中共面对跟加拿大的纠纷的时候 往往都是表现的比较强硬 包括那天孟晚舟事件 加拿大政府是受美国政府支托 在加拿大境内扣留了孟晚舟 结果中共那边直接就是扣了两个加拿大人质 然后直接把一个还判了死刑 实际他这些做法就是给加拿大施压 而且在那个过程中 他还让李毅这样的人专门对外放话 说加拿大如果不服软了 继续抓 抓他十个 抓他二十个加拿大人 我就不相信他们不放孟晚舟 对不对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中共是把加拿大没有看在眼里头 实际在这么多年的过程中 中共靠着跟加拿大的这种关系 实际在国际上是取得了很大的利益的 另外我们要很客观的说 中共在加拿大的渗透也是很有成效的 包括中共在海外搞的警察战等等 实际在加拿大早都有 只不过那个时候 双方在蜜月期 加拿大这边也是正一只眼 逼一只眼 甚至可能暗中还支持 但是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 加拿大政府跟中共之间也是越走越远 特别是在上一轮大选的时候 中共在背后也是做了很多小动作 所以在去年那个G20会议上面 克鲁多就堵住了习近平 就给习近平说 你们一会儿不能再干涉加拿大的内政了 但是我们看习近平的样子 是不是表现得像一个无赖 我觉得习近平也没有看出那个大形势 以前你认为你对加拿大的这个渗透是比较厉害的 你中共还是有利可图 但是你要想美国跟加拿大是啥关系 可以说像这个异性兄弟一样吗 这么多年来双方的合作都是非常愉快的 所以中共你想用这种分化瓦解的政策 来疏远加拿大跟美国的关系 这个短期可能会见点 从长期来看 我认为中共的这个目标 它是不会实现的 包括它要在五眼联盟之间找平衡 这个都是不可能实现的目标 这个五眼联盟 他们是有共同的价值观的 所以中共的那种想法 就是非常的幼稚 那么从现在习近平的这个外交政策看 他可能已经是铁了心啊 跟美国做脱钩 他也认为跟美国在修好关系呢 可能也是不可能了 所以呢 他就来了一条道索道会 那么我们就彻底脱钩 我也不再求你了 你美国该怎么弄 我也无所谓了 我现在的战略目标呢 就是跟俄罗斯搞好关系 然后跟那个欧洲搞好关系 然后再拉上一帮亚非拉的穷兄弟 他想的是这样一个套路 但是他没有看到 他过去几十年的发展 主要是由于跟美国搞好的关系 你把你的工业产品啊 卖到了美国 才让你赚到了钱嘛 你现在居然要否定 你以前的赚钱策略 我们还不要说政治策略了 就是你赚钱的路径就是这个 你现在就要掐断 你这个赚钱的路径 我确实觉得习近平这个脑袋啊 真是一个小学生的见识 另外这两天还有一个消息啊 就是前段时间啊 中共驻法国大使卢沙野呢 在那个电视上呢 表现了一通战狼 然后中共迅速跟卢沙野呢 切割 说卢沙野讲的话呀 只代表他个人立场 今天出来的消息是 卢沙野大使呢 被招回国 大多数人认为啊 卢沙野这次回国呢 将会受到批评吧 因为他彻底打乱了习近平的欧洲策略 习近平定的策略是 拉拢欧洲 跟俄罗斯搞好关系 结果卢沙野那句话呢 可以说是捅了欧洲的马蜂蜂 人家欧洲八十多个议员 直接是联名写信 要求法国驱逐卢沙野 所以卢沙野等于说 他这次拍马屁啊 是拍到了马蹄子上面 当然国内还有一些五毛战狼认为啊 卢沙野可能调回去啊 要给他升官 把他升任为驻美国大使 当然也不排出这种可能性 如果习近平确实头晕了 确实要跟美国彻底的脱钩 那么把卢沙野派到美国当大使啊 也不失为一步好奇啊 那么今天这个消息呢 我们可以这样来说啊 就是加拿大政府呢 带了一个头 开始驱逐中共的外交官了 那么再往后 会不会有别的国家跟进呢 你比方说像卢沙野那样的 按照外交官令啊 法国就应该驱逐他 但是法国呢 还想搞一个亲中路线 那么我们还要看欧洲还有多少国家啊 跟马克龙一样 要搞这个对中共的绥靖政策啊 根据这两天欧盟的表现来看 欧盟是立足跟中共脱钩的 认为现在的欧洲国家呀 要尽早摆脱中共 这样的话损失才会更低 其实现在的情况让我说啊 习近平也不知道心里头有米数 俄罗斯这个情况啊 确实是不乐观 如果在这个时候 你这个外交策略 你还不调整 你还是一门心思抱着跟美国脱钩 然后坚持你的那个急顶方针 你肯定是死路一条嘛 俄罗斯肯定是撑不住嘛 从现在的表现来看 你也想跟俄罗斯脱钩嘛 但是法国在欧洲 能不能起到带头作用呢 对不对 你也要看到马克龙在欧洲呢 也快成了一个臭狗尺了 所以啊 中共这次外交政策啊 让我来说啊 就是在那个末路上狂奔 可以说他自己把自己啊 逼到了绝路上 那么这个消息呢 就跟大家简单的通报一下 感谢大家观看 谢谢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